大叔就被右方封死電車而來的電車碰得一聲撞飛 接著一塊又一塊的屍塊散落一地 電車停下來 警察也跟著來了 歡迎來到黑影院 今天的內容是有關兩則日本怪談的故事 故事網址的出處我已經放在下方的資訊欄裡 那第一則故事是有關在平交道等電車經過 遇到有個怪人在招手的故事 而第二則是有關遇到一對透明的母子在隧道出口附近徘徊的故事 如果支持我的話可以多幫我看完廣告或是分享影片 是給我製作影片下去的原動力喔 詳細的內容是什麼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下去吧 這是發生在很久以前JR線某處的平交道故事 一般的平交道如果遇到電車正要經過 欄杆會自動的放下來 然後慢慢出現等待列車通過的人 然而這裡的平交道 每當遇到車輛較大或是早晚通期時段高峰期時 總是會出現沒有耐心又不守法的人 詳情穿過欄杆的事情 所以這地方 時常發生電車撞人的事故 當時我是一名學生 上下學必須經過這條平交道回家 某天跟往常一樣 放學後正走回家的路上 往平交道過去時 我從遠處就看到欄杆早已放下來 然後紅綠燈號次的設備 不斷的叮叮噹噹響個不停 以及一節又一節的電車 從我眼前通過 啊啊 剛好碰上電車通行的時段 感覺要等很久呢 我一邊心裡抱怨 一邊等待欄杆升起時 突然我察覺到對面有個阿姨正朝向我這邊招手 他看上去差不多大概50歲左右 臉上面帶微笑 起初我以為是哪個學生的家長 迫不期待的對著自己的孩子招手 因為我並不認識他 結果下一秒 有某個大叔突然從欄杆的下方鑽了過去 直接闖入平交道 那一瞬間 我嫩住了 因為電車馬上就要過來 肯定來不及跑到對面 我每天從平交道經過 心中大概知道穿越過去需要多少時間 而說到這個時間點 那外大叔衝出器的時機 應該說是最糟糕的時候 我還來不及阻止叫大叔回來時 大叔就被右方風遲電車而來的電車 碰得一聲撞飛 接著一塊又一塊的屍塊 散落一地 電車停下來 警察也跟著來了 而我作為其中一位目擊者 自然而然被警察問了一堆問題 當然我把剛剛看到對面有個可能是他妻子的人 在對大叔招手的事情 描述給警察聽 可是警察聽完後 卻歪著頭說 有點不太對 因為我們也有問其他目擊者 並沒有提到你所說的那女人的事情 而且被裝的那個人還是個單身 並沒有結婚 所以 應該不是他太太 可能是認識的熟人吧 就算警察這樣說 我也只是把剛剛看到的事情 說出來而已 不過我心裡想著 有可能那位阿姨也被警察詢問過問題 只是隱瞞自己有在招手的事情 這種對警察說謊的行為 也許這件事很快就被拆穿 抓到兇手了吧 只是沒想到那之後 警察也沒再通知我過去問話 這件事 就這樣告一段落 自從發生那個事故的三個月後 我都會刻意繞過那個平教道回家 但說真的 雖然繞路可以讓我躲開當時的陰影 可是回到家的時間 也不晚了 後來 我左思右想 還是改回走平教道回家 於是今天 我又來到平教道了 平教道的欄杆 跟那天一樣早已降下 而旁邊剛好也站著一位 大概是小學生的小男孩 跟我一樣 等電車通過 等待的過程 我無意識的剛好看向對面的平教道 但 我嫩住了 當時 像大叔招手的那位阿姨 一樣 又站在同個地方 同個表情 同樣的 對著這邊招手 啊 是媽媽 這時 我旁邊的小男孩 像是看到媽媽似的 正打算闖入平教道 我知道他衝出去 會讓悲劇事故 再次重演一次 所有奮不顧身的 立刻抓住小男孩的手腕 接著下一秒 一列特怪電車 就從我眼前呼嘯死過 真的是千軍一訪 正當電車通過的同時 對面在招手的阿姨 也消失的無影無蹤 為了避開 等等還要通行的電車 我把笑到不清的小男孩 拉到路旁 接著後方 就跑來為看似很慌張的女性 正是那位 小男孩的母親 她剛好看到 我拉住小男孩的瞬間 不停的向我答謝 順帶一提 這位媽媽的外表 看起來大約也才20歲左右而已 跟那位招手的阿姨 完全天差地別 到頭來 我還是不曉得那位招手的阿姨 究竟是什麼人 也許 是曾經死在這條平教道上 只是現在 變成了用招手的方式 來抓交替的冤魂吧 當然 經過這兩次的體驗後 我再也不敢靠近這條平教道 而現在 那個平教道 也變成了高架橋了 這是發生在 我小學四年級的親身經歷故事 我爸爸非常熱愛釣魚 每到了禮拜日的日出前 都會帶著釣具出門釣魚 因為我家是住在三里管西 從這裡下山 然後沿著河川下去 再穿過隧道後 繼續開一段路 才能抵達爸爸的海邊釣點 光是到海邊 就要花上40分鐘 但爸爸依然每個禮拜日 堅持去釣魚 爸爸回家後 如果有釣到魚 就會聊一下有關釣魚的事情 如果沒有的話 就會講一些跟釣魚無關緊要的事情 也就是整個故事 毛骨所來的開端 嗯 大概凌晨4點左右吧 總是會看到一名女人 牽著小孩子 在隧道出口附近 徘徊著 我在想 他們應該是母子吧 但怎麼會在那個時間點走動 正常來講 都還在睡覺才對 爸爸可能只覺得這件事很不可思議 才分享出來給大家聽 但我跟媽媽他們 反而覺得這該不會使阿飄 而感到恐怖 因為那隧道 就在我們家的三角下而已 尤其我聽完後 特別感到恐懼 這幾天 因為聽完這些話 腦海裡總是浮現出恐怖畫面 揮之不去 就連上廁所 都不敢一個人去 雖然我對釣魚感到興致勃勃 但我打從心裡打定主意 這一生 絕對不再靠近水道 然而 在暑假的某一天 爸爸問我要不要去釣魚時 當下我當然很開心 但又很害怕那地方 所以內心經過一場天人交戰後 最終還是敗給釣魚的誘惑 答應爸爸明天一起去釣魚 凌晨三點時 我被爸爸給叫醒 並提起我趕快煮好衣服 等等 準備出發了 剛醒來的我 所以還沒有完全消退 想說那恐怖隧道的地方 也許等等 開車很快就會經過 於是跟爸爸說到了再叫我 然後 我就在車上閉上眼睛 繼續睡覺 但隨著車子的移動 我感覺不到睡意 反而越來越清醒 睡不著的這段時間 內心一直想著 睡到已經過了嗎 但我又害怕的不敢睜眼 最終我還是忍不住的 睜開眼睛確認 結果車子 正好開到隧道的出口附近 也就是爸爸所說的地方 我心裡想著 完了 那恐怖東西 可能就在附近 正當 我準備要閉上眼睛時 我看到有個長髮的女性 牽著小孩一起走路 他們的腰部以下幾乎看不見 而且全身像迷糊式那樣模糊不清 但他們在霧中帶有立體感 還是很清楚看到 有個人形在那裡 因為我實在太害怕關係 所以馬上的閉上眼睛 但閉上眼的那一刻 我感覺旁邊座位 像是有人坐下往下沉的感覺 當下的我非常害怕 內心陷入焦躁不安的狀態 因為好像有東西 就坐在我旁邊 但我又告訴自己 只是想太多 於是我睜開眼睛來確認一下 但萬萬沒想到 真的有東西坐在我旁邊 而且是個白色透明身體的 大人模樣 頭上留著又長又黑的頭髮 雖然看不到臉 但直覺告訴我 這應該 是剛剛睡到出口附近的女性 我想要告訴爸爸 後座有東西時 嘴巴跟身體 像被釘子定住的 無法動彈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我拼命讓身體 試圖的扭動起來 最終 我的頭部可以轉動 沒多久全身也跟著動了起來 雖然旁邊那白色東西 早已不見蹤影 但剛剛那恐懼的狀態 仍然讓我粒粒在眠 我也無意識的 嚎啕大哭起來 爸爸聽到我哭聲 嚇到的 立刻把車停在路邊 連忙安撫我 問我怎麼回事 但那東西早就不在 我也沒辦法說明什麼 於是繼續的 開車上路 在那之後 到了海邊 我也完全沒心情釣魚 也因為太過害怕關係 失去了平常心 做出一個禮拜 過著精神不振生活 讓家人非常的擔心 順著長大成人 這件事 我也沒告訴任何人 因為如果講出來的話 會讓我回想起 那段恐怖的記憶 但也隨著時間的流失 內心裡的恐懼 也緩解許多 這個經歷 讓我永遠無法忘記 所以下山時 我會多加注意 不要靠近那條水道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別忘了訂閱 按讚 留言 以及按小鈴鐺喔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